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2来到14.17亿元 那么第二季还会持续在更好的情况之下 加德呢这个展望还不错 今天股价呢也反映出来了 2404同样是这个台积电相关的个股 说无城市的暗量会大幅的增加 不过今天的汉唐呢 倒是下跌1.2% 似乎有一点受到这个2330台积电的影响 因为毕竟呢在台积电近期涨了很多了嘛 那么今天呢稍微停下一些脚步 维持在平盘附近来做震荡 不过呢2454的联发科 在近期来说的话 单月就重返500亿元了 月增的幅度超过三成 所以在财测表现呢 持续比较稳健的情况之下 在联发科今天的股价呢 是上涨了1.2% 也带动了部分的IC设计的个股 在今天呢都是有所表现的 另外呢在低润的部分呢 大家会说这个2408南亚科 不是说呢要迎来复苏吗 第二季的毛利率渴望转正 在今天股价呢早盘稍微弱势一些 波刚刚已经是翻红 上涨的幅度来到了0.7% 但是3260的威刚怎么回事呢 来看看威刚啊在昨天的一个表现 一度攻上了涨停板 拉出了第一根长红K棒 但是在今天为什么今天这个威刚 反倒是一根小黑K 而且呢在今天股价跌幅还超过两个百分点之多 应该如何来看待整体所谓的低润复苏 这个消息呢 到底是雷多会持续发酵下去吗 还是说只是一日行情 我们赶快要来请教华万头物的分音师范震宏 老师早安 又要早关华大家早 好 震宏老师 今天再整体的这个大盆表现 也是有点震荡 虽然说跌幅不太多 可是来来回回呢也挣了好几次 目前来到20730点左右 好 下跌33点 那么大家好奇的是说 低润这个消息啊 从之前一直说什么季季报价要调涨 那么到现在来说的话 好像这个消息公布的时候 大概就是一日行情 完了之后呢又回到一个比较熄火的状态 那么昨天在这个南亚科啊 在这个卫钢 甚至是接近群年的表现 其实呢都还算是不错 怎么今天就熄火 这个现象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好 那首先哦 就是最近的族群轮动速度 其实是有点快的 那其实大家会注意到说 像前天的钢铁骨昨天也休息嘛 然后昨天是可能低润相关的 是比较强际 可是今天也休息 那再来就是今天就换到这个观光相关的 那当然说是有受到昨天这个马锡会的影响 那今天来说 目前整个出现轮动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目前轮动速度是有点快的 然后但是呢 目前看来就是说 也没有说出现说 比如说以那个威刚来讲 今天也不是说突然就大跌 今天是说算休息 因为昨天是涨停嘛 那今天跌2点 目前跌2.65% 那其实也还在可供范围 就是不是说就是昨天大涨 今天就大跌这样子 那整理来说 低润的部分我的看法是说 大家可能要留意 就是他们毕竟还是属于一个 景色循环股 那通常涨幅最好的时候 通常都是在他们的 就是就是股底之后 那一段涨幅基本上是最好 那基本上目前他们循环 基本上算是 就当然说产业也开始变好了 那但是问题是股价 简单大部分都已经反应状况了 所以我会认为说 大家在操作低润相关概念的时候 可能还要留意一下 这一块的风险 因为在初期呢 起涨所以通常都是利空最多的 大家反而利空越来越 利空其实没有消费 但是问题是 看到低润相关的股价 其实一直在上涨 可是反而看到报价开始上涨 或是说像三星卡利斯 美光开始在开始扩厂之后呢 反而他们股价开始开始 就利多开始出来之后 把他们股价开始扩回动 那这个其实呢 从去年年底 第四季的时候 我就常常被各个主播 或是各个连线的时候被问到 那我都有去提到这个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大部分 大家可能需要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说 虽然报价像美光昨天也提到 有消息 市场消息就有提到 新闻也有报 就是可能要涨价20%这个事情 那但是也要留意 摩主场通常在初期 是受惠这个低价裤子 那他们低价裤子卖完之后 那下期价可能涨上来了 那虽然说 报价也在去涨 那但是为什么他们要重新 就是要建库存 等于说他们要买 比较高价的这个成本 然后再去用更高的价格卖 那其实对他们的 获利来说 未必会更好 怎样举例来说 之前可能库存是5块 那现在是10块 卖了赚一倍 可是现在报价涨到15块了 那他可能是买10块的库存 去卖15块 其实获利之前是一倍 可是现在只剩58 类似这种概念 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这一块的状况 当然说短线呢 这个受惠这个报价题材 短线一定会有一些涨幅 因为毕竟他们之前 也整理很久了 那只是就是在这后续的 延续的力道 我个人是比较保守 这个是在低运的部分 那如果说回到盘市的部分的话 那当然说受到 昨天CPI的数据影响 每股出现比较 也不能说大跌 因为其实跌幅在1%左右 其实也还OK 那当然说以指数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也并没有正式转弱 最弱的道琼指数 其实虽然说跌破了季线 但是其实也并没有说 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头部 那当然说如果今天再续跌的话 当然说这个套路区就会出现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个要留意 那跟台湾比较联动 比较密切的这个费人半导体 虽然昨天也是跌幅是最重 跌1.65% 但是呢目前其实也是在 月线下方去做震荡整理 它并没有说 有更明确的去跌破 一些关键价位 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 昨天在CPI数据之后呢 市场先消化这个降息的 延后的可能性之后 接下来可能就是关注 这个明天的PPI数据 因为CPI数据跟PPI数据中央判断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PCE数据大概有状况 那因为联储会看的是PCE数据嘛 所以我觉得明天的物价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可能反而会是短线的一个关键 如果说数据看出来 也跟CPI一样 持续高预期的话 那反而我觉得 反而留意一下说 市场会不会再进一步的 出现修正 但是我也觉得啦 因为目前市场其实整个付出 各于展望的状况 基本上都是去正向的 那所以短线等于说是 长多开始再找一些理由去做修正 如果真的修正的话 我是认为说 应该还是要站在左方 只是短线可能是要先 留意一下这个短线的修正风险 那以加渐指数来讲 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我看法没有改变 一样就是4月9号低点 20521只要不要收破的话 我认为说 目前都还是维持强势格局 那还是会持续有利 中小型股在那去做轮动 那当然说前两天 中小型的轮动算是蛮正向 即便是在这个星期二 是台积电的垃圾盘 但其实涨叠加速来看的话 还是涨加速大于叠加速 那昨天算是说指数弱势 但是也是涨加速大于叠加速 那今天呢 但是今天是稍微有一点转向 就是今天的叠加速 是大于涨加速的 所以这部分也要持续留意一下 后续的变化 那东北加速比例的部分 目前还是多方式占上风 所以我是个人认为说 只要指数没有太出现 出现太明确的这个破线 就是跌破星期二的低点的话 那我是认为说 暂时还不用过度担心 只是留意一下 手中持股的强弱变化就好 就是在郑宏老师的一个解析 那么在进行来说的话 其实在指数的部分呢 也算是稍微比较强势一些 强势的震荡整理格局 因为说着说着 这个加权指数呢 慢慢的好像又要往上墊高 再度的挑战平盘的水位 来到20739点 目前是下跌了34点左右 那么另外呢 在盘面上 今天航空股表现还不错 2618的长荣航 持续在往上表现 来到了32.5块钱 那么涨幅呢 也扩大到了2.5% 连带的2610的华航 同步的弯头往上走高 现在股价已经来到了20块钱之上了 也带动了相关的海运 在长冬的部分呢 也持续的在往上来垫高 173.5块钱 那么今天涨幅呢 已经扩大到2.6% 好 整个航运股呢 应该如何来看待 等一下我们更多的分析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再回到节目